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德训篇 遵守法律 便等于献的季献多 坚守诫命 便是奉献和平祭 感恩等于 奉献上等面损 施舍等于赞美祭 远离邪恶 就是悦了上祖 逃避无益 便是赎罪祭 不要空手到上祖面前去 因为这一切 为了诫命都应当执行 一人的献意 是祭坛封营 他的心香 上升到至高者面前 一人的祭品 必蒙约纳 上祖常记得 绝不会忘记 你光荣上祖要爽快 不要吝惜你手中所现的粗熟之果 在一切季献上 要洗行余色 奉献十一之物时 也要高兴 按照至高者所赐给你的 奉献给他 依照你手中所得的 慷慨奉献给他 因为报答世人的上祖 必要七倍地报答你 你不要行贿赂 因为他绝不会接受的 你不要依靠不义的祭品 因为上祖是审判者 绝不看情面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 上祖说 你们应当给我聚集起 前进我的人 就是那一牺牲 与我定立盟约的人 诸天要宣誓天主的公正 因为他要亲自审判世人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 请听我的子民 我要发出言语 以色列 我向你警戒告诉 我是天主 我是你的天主 我并不应你的祭献而责备你 因为我面前常有你的全凡祭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 你该向天主 你该向天主奉献 你又该向至高者 还你的愿事 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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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我奉献 光荣赞颂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 行为正直的人 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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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天国的奥秘 启示给小孩子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宫独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伯独路开口 对耶稣说 看 我们生气了一切 而跟随了你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了我 为了福音 而舍弃了房屋 或兄弟 或姐妹 或母亲 或父亲 或儿女 或田地 没有不在今时 就得百倍的房屋 兄弟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连祸害也在你 并在来世 获得永生 但有许多 在先的 要成为在后的 在后的 要成为在先的 天主的福音 天主的福音 基督 我们 赞美你 为了真正的跟随耶稣 成为他的门徒 今天的福音 列了要付出的代价 今天的福音条件 我们会觉得 十分的苛刻 超越了我们能接受的 可能有些教友 会有这样的思想 只有神职人员 或者修女 会士们 才需要这样做 舍弃他们的一切 这样的理解 我不能否同 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 神职人员 修女 修士 都还没出现 所以 耶稣只能是 对所有的信徒 而说的 语气 确实 有些夸张 但是 意思 只有一个 那就是 十诫里的 第一诫 天主 唯独 绝对 不能有 第二 只要我们 有些 爱不释手 依依不舍的宠爱 这些 就很自然的 成为了我们 天主 专宠的 竞争者 我们 已经 立了 偶像 无论是 人物 或者是 金钱 或者是 事业 或者是 事号 或者是 收藏 等等 这些都成了 我们人生的偶像 为什么 天主 会有如此 刻薄的要求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全心 全灵 全力 全力地去爱主 那我们都知道 一三不能长二 因此 在圣经里面 我们的天主 是形容成为一个 不济的天主 因为他爱我们 我们必须要爱他 而为他 事后 其他的都不能进入 人类的最高之尊 必须是我们人类的自由 但是我们如果有了这些偶像 就失去了人类的自尊 鸟在天空飞翔 不能有累赘 鸟的翅膀 如果捡去了 这只鸟就无法飞翔 同样的 如果我们在鸟的脚上 靠上 出大的铁链 或者是一个非常细小的丝线 这只鸟 这只鸟都无法飞翔 因此 今天的福音要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超越所有的一切 只要是把我们绑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必须要放弃 不然的话 我们无法就是得到心灵上的最高的安慰 所以我们也知道 人类对于这一切都不能放弃 因此 世上有很少人 有能力成圣 通过今天的福音 希望我们好好地去分析 来反省自己 希望能最后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舍弃了 天主保佑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阿们